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帝國集團主席兼新地前主席郭炳相病世 中年68歲 郭炳湘據報今年8月底 在家裡感到心臟不息 沒多久後失去知覺 鬆往律敦治醫院救治 其後轉往港安醫院 妻子離天穎後發聲明 證實郭炳湘中風 據悉他在留院期間病情沒有進展 醫療隊伍和家人商議並得到同意後 在星期六中止治療 郭炳湘是新地聯合創辦人郭德勝的大兒子 和兩個弟弟郭炳江和郭炳聯 被稱為郭氏三兄弟 郭炳湘小時候去過英國升學 獲得結構工程碩士和博士學位 直至1990年 和兩個弟弟繼承家族地產王國新地 開始大展拳腳 大半生中環正商界 但郭炳湘都有過不快經歷 在1997年 被有大富豪之稱的張子強綁架 最終二六億元贖款 緩回性命和自由 即使張子強其後落網 但事件令郭炳湘心靈受創 他在一次訪問中承認 因為被綁架患上抑鬱症 經超過一年治療才康復 據報事件亦令他性情大變 與紅顏知己唐錦卿關係更密切 由2007年開始被對方介入新地運作 為兄弟反目埋下伏線 直到2008年2月 新地突然宣布 郭炳湘因為個人理由暫時休假 職務由兩個弟弟分擔 董事局之後終止他在公司的職務 到2013年更爆出戲劇性的分產事件 最終郭炳湘退出新地自立門戶創立帝國集團 郭炳湘幾年後再因家產分配問題 告上英國法庭 法庭原定今年5月處理 但同一個月就傳出郭炳湘放血上訴的消息 擾讓當年的增產案暫時高一段落 據聯交所資料 郭炳湘仍然持有新地大約7%的股份 市值超過200億港元 福布斯的資料顯示 郭炳湘身家超過500億港元 在香港富豪榜名列第十位 到網記者吳朗軒報導 到新中國東方 都懂得賺六千塊 所有code 中共摩擬 大約10iance Song 東方 東方